好 各位同學我們看這邊好 那說星辰把一顆值量100公克的球用每秒20公尺的初速往上丟 那這個球最高可以達到多少公尺 那我們從這邊可以發現 當你的球越來越高的時候 你的胃能會增加 但是你的速度會變慢 所以你的動能會減少 那這邊因為沒有受到其他力的作用 所以我們可以認為他是遵守力學能守防 也就是說你增加的胃能會等於你減少的動能 那我們看到你增加的胃能 我們可以用mgh來看 這個h就是我們增加的高度 那會等於你減少的動能 你原本的速度是20的平方 那接下來到最後變成0 所以這全部的動能會減少掉 所以我們就利用mgh等於1 2分之1的mv平方 我們把它帶進來 質量100公克在這邊要換成0.1公斤 乘以g是10乘以上升的高度 就會等於全部的動能消失掉 就是1 2分之1乘以0.1乘以20的平方 這些動能全部到最後就會轉變成胃能 因此呢 從這邊我們可以算出來 你上升的高度就是上升20公尺